中文字幕 李宗盛 陆总 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这大大方方的几小谜题 你让我们这好奇心满足一下 对啊 是啊 等一下 什么情况 你不是来帮我澄清的吗 哥 我是来宣誓主权的 哎呀 瞧我这脑子 陆总 当然只有才貌双全的姚蜜 才能与之相配呀 对不对 是是是 大家都别太着急 陆总要亲口官宣了才作数 陆总 表个态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情也瞒着我 我没有恋爱经验但不是傻白甜 我跟你说我这 是你的陆总吧 快接吧 别错过了人家的道歉 刘总 他找我都有什么好事 万一跟陆曾阳有关系呢 接吧 你看 我们一个个被陆总调得心痒痒呢 陆总 今天不说个子丑云某来 恐怕大家喝酒都不尽兴啊 姚蜜是不是你女朋友啊 你要不肯照着我说的做 我会把陆明宇曾经抛弃弃子的旧闻 大吵热吵 对你妹妹陆思琪的刺激 应该不小话 果然被我猜中了 这个陆曾阳 之前跟姚乐飞神神秘秘地谋划了事情 居然是带他官宣 怪不得之前刘总说 要带你看好戏 既然大家都这么想知道 那我就直接告诉大家 不好意思啊各位 我来晚了 陆总 你今天的女伴不应该是我吗 怎么把姚蜜带来了 各位 陆总今天的确要官宣我和她的关系 可惜了 刚刚遇到一点小插曲 耽搁了 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你们不会认为我是陆总的女朋友吧 我呀 我跟陆总是最默契的上下属关系 对吧 陆总 当然 我最欣赏凯瑞大气的个性 各位老总一定知道 有凯瑞在的地方 绝对不会冷场 是 陆总 你别大马虎眼了 莫不是 凯瑞和姚蜜 都收入了你的囊中 在这种场合下撞到了 你不会不好意思承认谁吧 我知道 各位在背后是怎么议论我的 今天 借着这个机会 我也好好给我自己洗洗白 我呢 真找男朋友的话 我一定找那个听我话的小奶狗 像陆总这样的爸总 我才不找呢 还是真会感到这样的 凯瑞 凯瑞 你很高生啊 他不把自己的身份被卸出了 你说得对 不过我的身份 也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必要呢 凯瑞 我早就知道你的底细 你是话动的人吧 按理说 我喜欢上不人 他才更有机会撤肘我 但你为什么听从别人的指令 卑贝华董的意愿 陆总 对不起 我是有苦衷的 如果你今天冒充我的女朋友亮相 华董那边一定不好交代 这说明有人出的价格 比华董更高 那个人是谁 想给不染难堪的除了易敏才一家人 我想不到别人 你知道易敏才和孟可欣利用空壳公司走私账的证据还在我手上 你觉得你那笔好处可以能拿到吗 陆总 对不起 你放我一码吧 按我说的做 你之前怎么站队 我可以不计较 陆总 原来 凯瑞不是陆总的欣赏人哪 那 那一定就是姚蜜了吧 如大家所愿 我的确 陆总 你看大家都这么好奇 你就别卖关子了 索性你来告诉大家吧 我的女朋友 既不是凯瑞 也不是姚蜜 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设计师 不染 真是她 我说的对吧 我早就听说是不染了 不染 大家都知道吧 她跟我们陆总 那可是绝配啊 陆总今天本来要带不染过来的 但是她感冒没好透 所以我就替她来了 难怪啊 陆总费这么大的心思 培养一个小透明不染 原来她是你的女朋友 孟总 这么大费周章搞这么一出 原来就是为了逼陆总 说出她的女朋友 就是你老公的亲侄女啊 好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还是 我想在咱们行业里 应该也没有人 会再来抢 一种未来的侄女婿了吧 你在瞎说什么 够多嘴了老板 不过 话都说到这儿啊 倒不如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毕竟是咱们建筑圈的特大喜讯 各位 不染是一华前总裁 易敏德的亲生女儿 也就是话来话懂的亲孙女 将来一华和品尚 可就是一家亲了 你还真好事啊 你还真好事啊 陆总 可喜可贺呀 易华和品尚联手 那在这个行业里 可是最大的利好了 是啊 蒂总 有陆总这样优秀的侄女学 一定非常满意吧 好 哼 王总 林总 刘总 咱们去那边聊 让易总和孟总 好好地跟侄女去聊聊天 好 看你能慢聊 行 来 李孙雍 真有你的 凯瑞都跟你策罚了 联合这两个女的 一照一鹤 配合你 难道你就不怕 你父亲的丑闻 被曝光了 我策反的 不止凯瑞 这是 我之前调查泰勒的时候 碰巧发现您女儿 也差点被这个人渣诱骗 他怕您担心 找我协助转了专业 现在他要毕业了 发了些毕业照给我 我洗出来 正好带给你 这孩子 受了委屈我都不知道 我没记错的话 您孩子留学 是孟家签的先吧 老许 你有困难应该告诉我 不应该让自己为难 怎样 你是不是早就都知道 你有难处 我能理解 我想知道 他利用你做了些什么 我做了最自责的事 是我把齐鱼卷出卖了 我还以为这刘总 什么悄悄话要跟我说呢 怼个陆田阳的大脸给我看 原来是想帮陆田阳给我好看 我在这个行业里可算出名了 以后啊 他要带我见诗面 我都不能去 碰到这些老总 少不得被调侃 谁知道陆田阳是不是故意拿你替一家 我劝你还是少肚子 泼冷水大王 能骑到一家我也很开心 那我今天心情好 晚上请你吃烧烤吧 买很多很多好吃的 没看我这忙的吗 改天 行 那你忙 你先走了 改天云烧烤 你想干什么 好 我在老伙计等你 我晚安 我来说 我来不吃了 我来吃了 你与我吃了 我来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好 感觉味道变了 是我给思琪打的电话 我知道 老许跟我说了 你就是思琪的哥哥 你能道不好奇 为什么这么说 除了替布燃试探我的真心之外 我想不到第二个理由 你没有把四七就是姚乐飞的事情 告诉一家 说明你没有真的打算害人 怪不得你说这个咖啡感觉味道变了 原因就是你想太多 这是爸爸生前的日记本 我想你应该想要看一看 你应该想要看一看 华董 秦巡的调查已经全部结束了 很好 去通知所有人 暂停寻找陆思琦的计划 是 说 华董我不太明白 我们之前那么大费周章地去寻找陆思琦 现在为什么要突然暂停 之前 我没把陆曾阳放在眼里 但是 经过这么多次的较量 我们都败了 陆曾阳 老是喜欢拿捏我们的软肋 当然我们也要找到他的软肋 陆思琦就是他的软肋吗 是陆明宇 虽然陆明宇已经不在了 但是 陆曾阳要还陆明宇的养育之恩 自然 是看中他的一对儿女 而这对儿女 用来对付陆曾阳 那是最佳的力气 现在 秦巡已经浮出水面 而他新家上的女人 又是陆曾阳的女朋友 你说 秦巡的一切 都被陆曾阳霸占了 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今天是农历的八月十五 是陆寻的生日 月圆人不圆 以前你们在我身边 不管多忙 我都会买个蛋糕 抽空回家一趟 一家三口人 唱着生日歌吃蛋糕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 不知道儿子多高多重了 会不会想爸爸 陆雪 你妈坚持要出国 可我丢不下一个刚刚初创的公司 她一气之下带着你出国 让我见不到你 爸爸非常想你 寄出去的信 派出去的人 都没有你们的音讯 爸爸不会放弃寻找你们 儿子 爸爸希望见面的时候 你能够原谅爸爸 你能够放弃寻找我 看到任其兰 对不起 你的身份 是我偷了给一家的 我知道 我是为了孩子 你要怪我 我没什么可说的 你想信实说法 说天下没有不爱子女的父亲 陆总 一定是想着你的 更想你呢 不带着仇恨的活下去 原谅很难 但原谅 能让人活得轻松自在 对 你说得在理 所以我原谅你了 但是 你得给我掌心 还得给我加工资 还得让我有休假日 不然我可就要走了 怎样说 如果你愿意 她很欢迎你回品上 我猜不成她的行呢 下班了 你这天黑了才想起我 我已经到家了 你在哪儿 我在老伙计 你是带着对我的一腔不满去的吧 你们俩一定骂我骂的十分钟快 骂饿了没 回来煮面给你吃 你白天跟女朋友吵架 晚上煮面陪不吃 你这便脸比川剧还厉害 可惜我不解风情在老伙计吃饱了 不饿 确实可惜了 我熬的高汤主意 鲜香美味 吃一口唇齿柳香 不知道多担心 你不饿的话 我只好一个人吃两碗了 你一选手 他怕你喝醉 你得咳嗽 你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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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 你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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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醉了 对不起啊 是我做得不好 对不起什么 你哪里不好 对不起我女朋友的关心 没有好好给你解释 还冲你发脾气 是我不好 你道歉的态度倒是很端正 做你男朋友 总不能一点优点都没有嘛 不然我女朋友 跟我在一起图什么 图你人帅钱都有眼光 还会煮面 真好 饿了吗 嗯 那我们煮面吃 关于姚乐飞 那天我对你发脾气 我也有不对 虽然你是我男朋友 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要告诉我 你也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以后 如果你判断某些事情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即使我是你女朋友 你也不用告诉我 我完全相信你 吃面吧 有这么好吃吗 我是尊重你的劳动成果 你慢点吃 吃完了我再给你煮 够了 吃完这碗 我就要减肥了 这两天一直生气 吃很多 肉疯着 别人都是生气 吃不下东西 你还挺特别的 我就不能给自己的嘴餐 找个借口 干嘛戳戳 面都不香了 那这周末 我带你去放放风 我倒是想 但是没时间 五项改建的设计 还在不断地推翻当中 我有个一举两得的主意 固扬 固扬 A reason 好 哎 哎哎 你打我 哎 这些 od 还是想要 我 别 带你 喂 我不 只剩我梦里都是你 迷离的眼睛 你看着我 我很确定 是爱情 我能为你做的事 我能为你做的事 之前委屈你了 我能想到二叔和欣怡 又这么纯的把戏 但是没想到 Kerry最后竟然会帮忙 再狡猾的人也有他的无奈 只要你懂了他的无奈 他自然会跟你站队的 以后我也会尽量学会 懂你的无奈 我的无奈就是你动不动 转身就走 不是要搬家就是不理我 我唯独拿你没办法 我反省 我改正 我一直都觉得 我的人生中遇见你 是最幸运的事 希望我们可以一直长长久久的 走下去呢 那我还要问我爸 问他怎么选的人 都不知道心中我的膝盖 这样总可以在叔叔面前 美艳几句了吧 放我下来 这样美艳膝盖都受不了 你这么轻 没问题 好的 那我就享受一下 男朋友的福利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w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 我们都有着急的心中 我们守在最美的天后 我们剩下的力量 拯救 铁拼 kau 嗚 ం Zither Harp 天君 现在轮到你站出来了 我们齐心 一定给陆存阳一点颜色瞧瞧 别说是不染了 该属于你的 我统统帮你拿回来 要给陆存阳颜色看看 我自有打算 你当我不知道你给我那个股权转让协议 是张空头支票 我假装答应你是为了替布冉探探敌情 以后我们没有联系的必要了 少了我 你会付出代价的 妈 子鹤最近报了个总裁班 在经营思路上跟大佬开拓点见识 我看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了 收心收了不少 收心是对的 你们俩呀 要多腾出时间 多花心思在他身上 我想你们先不用去公司了 把林茵的事情尽快安排上 取一个门当户对的险内助 或许 我还能指望指望他 妈 此刻还小 这事应该不着急吧 同样的话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杨敏给你打电话了 你要回一个吗 他找我都是工作 今天我只想跟你待在一起 今天累一天了 帮你按啊 嗯 左边 好的 舒服吗 嗯 你说我们今天 踏青 逛超市 买菜回家做饭 嗯 我怎么跟你谈个恋爱 马上就奔老年生活了 情侣这些浪漫的事一件都没做 怎么老年生活了 那你想做什么 我想和你一起 压马路 嗯 一起穿情侣装 一起看星星 日出 一起亲亲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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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怎么不接电话 你去超市了啊 你去超市了啊 我把東西給你放冰箱了 你放那兒就行了 我自己收拾就可以了 你自己收拾行嗎 你怎麼突然想起來去逛超市了 給你打電話不接 發短信也不回 以後這些東西 你不用幫我採購了 我自己可以 你不是想幹這些事情 耽誤時間嗎 自己逛超市當然沒意思了 太晚了 你早點回去休息吧 我餓了 我煮個麵吃 我今天忙一天了 你回去點外賣吧 那我喝個茶走了 喝茶容易興奮 我想早點睡覺 你根不然 我們和好了 看來我之前在聚會上的自作主張 不算是幫到忙 老闆 應該謝謝我才對 我謝謝你 但別再有下一次了 太晚了 我去洗個熱水澡 你回去休息吧 你回去休息吧 他走了嗎 我跟他說我來洗熱水澡 他 聰明了 但是姚蜜怎麼知道你家的米嗎 我的錯 馬上改 我 喂 姚蜜還在外面呢 我去洗了 都可以洗澡 �燙 我來洗澡 我來沒人 你說 你放下 我去洗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